这是两美金的时候吧,最低 一年吧,一年两美金 就几天 然后从一百多人民币涨到了两千人民币 一三年涨到了八千 然后之后跌回了两千 四年基本上从五千跌跌跌跌跌到一千多 到一五年初到一千多 九百最低 一百八千 八千两千 五千六千 一万九 十几万 然后现在跌回到了三四万 我们有个Q群 名字叫易空 里面大家都是经历过 比如说在某些币种 或者什么事情上 少赚几个亿 这种非常常见 我们这行百分之五十叫横盘 那现在跌多少 你的心意会稍稍震一下 跌没百分九十 不到跌没了 你都不再趁一下的是吗 因为这种波动 我们也都看得比较淡了 16年初的时候 有一天我非常兴奋 晚上我卖完了 我算完 挣了大概两百多万 我跑去跟我老婆说 我卖了那时候十万个吧 以太坊 我挣了大概两百多万 我老婆也很兴奋 然后后来以太坊 涨到了一万二一个 我二十块卖的 所以你损失了多少钱 我都算不过这账来了 现在你那两百万 现在价值多少 二十几个亿吧 然后每次我出来说 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群友就会拿这个当段子 发一个截图 出来 我之前很早的时候 卖过一些币嘛 过了半年 我帮我算币账 说你六个月钱 相对于今天可能少赠了 五十亿 我们早期的时候 奶特币非常的不值钱 挖到了一些奶特币 大概十万个 然后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然后就请朋友 吃了一顿麦当劳 可能现在回头算起来 可能两亿 一顿价值两亿的麦当劳 对